旅行的目的不在于目的地 欢迎收看绿野仙宗 今天要带各位观众朋友 飞过大半个地球 我们要前往全世界位置最北 面积也是最大的一个岛 就是格林兰 格林兰的面积呢 大约是台湾的60倍大 我们看看格林兰的地图 下面这个虚线的部分就是北极圈 很清楚可以看到 格林兰有80%的面积 都在这个北极圈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这些地方啊 周年都是冰天雪地的 那这次外景团队呢 主要前往了三个地方 分别是它的首都Nook 还有Iruisa 以及一个小村庄叫做Saga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两个国旗 这个白色十字架 这个是丹麦的国旗 而这个有个圆形造型呢 是格林兰的国旗 那格林兰呢 它在2008年透过公民投票之后呢 目前呢 它的内政是完全的独立 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地方就是Iruisa 我们可以发现它当地 没有什么高楼大小 它都是矮矮的平房 我们在仔细瞧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色彩 非常的缤纷 所以冬天下起雪来啊 这个一片这个白茫茫的雪地当中 出现这个色彩缤纷的房子 感觉是特别的温馨 这样的自然景观 我们可以想象 可有很多的雪橇狗 它们会拉着雪橇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 在那边奔跑 但由于现在全球暖化的关系 我们很担心哦 在未来会不会有这个景象发生啊 雪橇狗它只能拉着雪橇 在没有雪的道路上过过干瘾 未来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我们相当担忧 我们赶紧跟着外景采访团队 熊奇娟还有余姑妹的脚步 一起到格林兰来一趟冰川之旅 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岛 由北半球最大的冰原和冰山 全球暖化冰川消融 这个偏远国度的变化 牵动着你我的世界和未来 是的 这里是格林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秋天阳光普照的天空 是纯净的蓝色 我们在飞机上 往下看到一片白色大地 趁着亮蓝色的冰湖 一道道裂缝划破冰原 就像是大地受了伤 秘密流出蓝色的眼泪 泪痕怎么也擦不干 我们这才惊觉 原来我们真的已经到了格林兰 这个全球暖化的敏感国度 雪白的冰原 糟糕这里是北极圈的领土 我们在格林兰的机场 Kanglouchewalk 看到指标 标示到巴黎 罗马 伦敦 甚至北极 最多不超过六个小时 原来这个从台湾看来 超级偏远的国度 在这里 却俨然是世界的中心 只是角度不一样而已 北极圈 再往北约250公里 北纬69度 就是伊鲁莉莎 这是格林兰文 意思就是冰山 伊鲁莎是格林兰第三大城 紧邻着Disco Bay的宽阔海面 切成黄色 红色 蓝色的彩色木屋 像是可爱的积木 为这个由蓝色大海 和白色冰雪组成的世界 平添一丝色彩与趣味 伊鲁莎 迎接我们的日出 是美丽的粉红色 这个彩色小镇 公路全长只有20多公里 车子少 租金贵 大部分的人 不管到哪里 都是靠着两条腿 路上的行人跟我们一样 有着黄皮肤 黑头发 只是他们是居在 这个遥远国度 没有绿油油的稻田 没有露树 没有花香 路的尽头 只有无边无际的 冰川 冰山 伊鲁莎的这个冰霞湾 就被列为世界遗产 它的名字叫做康吉亚 它的长度长达40公里 每一天的这个产出的冰量 大概达到了2000万公顿 所以可以说是 除了南极以外 世界上最活跃的一条冰川 那它景色是 应该就是无敌美景 但是最重要 它每一年释出的 这个淡水量是非常大的 它一天的这个淡水量 大概就可以让一个 整个纽约用一整年 镜头前 耳朵边 冰正在一点一滴 慢慢消融 这一方白色山水 这个世界自然遗产 正面临全球暖化的巨大挑战 我们站在冰霞湾的岩石上 耳边传来轰轰的巨响 这不是打雷 而是因为从雅各布港冰川的前缘 消融碎裂的巨大冰体 因为冰川流动的压力 一直往前推挤 流经冰霞湾 不断互相挤压撞击 发出巨大声响 站在冰霞湾旁 目睹巨大的冰山 在灰暗的云层下 快速向前移动 让我们惊讶的无法说话 全球暖化 说起来很简单的四个字 但我们亲眼见到冰川消融 竟然以这么快的速度 穿过冰霞湾向外奔流 这样的画面 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 这条冰川是现在全球 流速最大 产量最大的一条冰川 现在它的流速 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我们观察这十年 从2001年到2009年 现在每一年它的流速 是超过了15公里 而这是见证全球暖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冰川消融 海面上升 一步步大幅后退的冰川 已经发出警讯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 不断制造二氧化碳 制造污染 造成的全球暖化 格林兰首当其冲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 伊鲁里萨的这个冰川的保护区 整个红色这个范围当中 然后我们要穿越大概50公里的 阿斯区这个范围 然后到它这个消融的这个边界 所以这辆那个直升机呢 就要带我们去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一个保护区 然后所有的东西 也都不能够留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大家会停留 30分钟 带大家去看 现在已经消融到这个地方了 其实已经不在原来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线已经退到这个地方了 那因为它是世界上产量最大 所以说最快的一个冰川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了 拜拜 上飞机了 我们要去布拉西亚 我们坐着直升机俯瞰冰峡湾 从冰川碎裂的大小浮冰 塞满了整个海面 格陵兰 有着地球上除了南极洲以外 最大的冰原 雅各布港冰川就连接到 这广大的内陆冰原 被冰雪洗刷过的岩层 留下了两三个水蛙 像是不断消融退缩的冰川 正在无声的乌烟哭泣 流下的眼泪 现在背后这条冰川 就是Kantia 就是Illulisa这条冰川呢 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一条冰川 它一直向东 往内陆延伸到它的内陆冰原 然后它的出海口就是往西 流到Disco Bay 所以这一整条绵延了好几千公里 但是现在它正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命迹不断的缩小 一直往后退 所以往内消融 未来它的河口可能会往这边再退过去 虽然现在看起来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可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美景 被打冰量造成的特殊景观 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但是这样的美景却因为全球暖化而面临危机 面对不断上升的温度 忧心忡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这里设立办公室 究竟监控冰川退缩的影响 气候变迁带来了另外一场生死搏斗 影响了冰川 也冲击了这里的生活与传统 我曾经有一个鲜员叫我 和我说过这个状态 他说他应该有18鲜 现在他有8 他必须要撞到10鲜 因为为什么他必须保持他们 这些是活动鲜 如果他不能往下山河 他不能捞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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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不能捞到鲜 它变得太厉害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影响 在冲场上在冲场 没有冰 没有雪橇 我们看着这些雪橇狗 显得百般聊赖 朋友警告我们 这些狗不是宠物 而是传统的生活伙伴 要了解格林兰 就得先学习尊重这些狗 别小看这些事业中的雪橇狗 他们仍然充满了原始野性 连我们要拍摄也不敢太过接近 他们现在正在等待一场真正的风雪 只要登上了冰雪的舞台 他们就会是北极的明星 这次要探索的区域是这里冰霞湾的出口 海面上的冰山泛着淡天的水平 淡淡的蓝色 水温在零度左右 船长颜欧勒有三十年航海经验 说起这片海域 像是细数手心里的掌紋 12、15年前 雪橇狗是真正的雪橇 这意味着每个海域 都在100至120米高 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30米 它不太高 我们的船长告诉我们 在冰山中穿梭航行充满危险 看似平静的冰山一旦崩裂 就可能掀起巨浪 击沉小船 这样的事一年发生好几次 哇 才刚说完 想不到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还好船长经验老道 早就家族玛丽 远离了这座崩裂的冰山 蓝色的海面 有白色的浮冰 美得像是人间仙境 但如果掉进这样的水里 听说最多只能支持两分钟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冰山一角 我们在这里看到每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 其实只有小部分 其他百分之八十或九十 都藏在看不见的海面下 而这些不管是看得到的 或是看不到的 都一样在融化 这些海面上的海面上是太火了 但是我们上海面上的沙漫 被冰山浮沉 黄海了 这是水里 它是冰山浮沉 冰山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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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裂 你要試試看嗎 這給你,會給我 好狠喔 好冰喔 萬年冰河水 好奢侈的享受 碎掉,因為太多空氣在裡面 所以它就馬上碎掉很容易 我們笑著嘗試萬年冰川水的滋味 心裡卻浮出想哭的念頭 這些冰都來自笑容的冰川 彩色的城鎮 家門前不是小河 而是大海 還有淡藍色的巨大冰塊 我們望折木屋裡 溫暖的黃色燈光 好像是在向我們這些 航向遠方的歸人招手 要我們快點回家 回家這條海路 並不總是那麼開闊 我們在塞滿浮冰的港口前 看著小船不斷穿梭 在最薄的浮冰之間 奮力擠開一條小路 再一艘接著一艘回到港口 就怕一根不上 又被浮冰捅住去路 根據這邊的漁夫跟我們說 是因為現在全球暖化的關係 所有的冰都會碎成非常非常的小塊 所以可能會塞住整個港口 那這邊的漁夫不能夠出去捕魚 也沒有辦法進港 對於他們來說 這樣的狀況是非常危險的 而這也是全球暖化 他們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之一 看著破碎的浮冰 順著海流不斷流進港口 我想起十七世紀時 旅行家尼克利曾說 就在這裡世界走到了盡頭 我的好奇心也到了盡頭 現在可以甘願回家去了 現在我竟然也有同樣的想法 下一站 葛林蘭還有不同的面貌 等著我們繼續探索 葛林蘭它的升溫速度是全球平均的兩倍 而它的邊緣面積呢 現在也達到百年以來最小的一個面積 到底這個暖化對葛林蘭有什麼影響 我們趕緊歡迎我們的外景主持人齊娟 嗨 詠琳 各位觀眾阿勇伊拉 阿勇伊拉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葛林蘭文很好的意思 很好 那這句要學起來 沒錯 你今天帶這個水啊 該不會是從葛林蘭帶回來的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 當地冰川消耗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他們現在也開始做起這種瓶裝水的生意 不過冰川在他們那邊居民 旁邊都冰川 他們還會去買這種水嗎 基本上他們是不喝這樣子的水的 因為他們也覺得這樣非常的不環保 最重要他們是要做出口生意 賣到像沙烏地阿拉伯這些缺水的國家去 沙烏地阿拉伯 對 因為他們水很少根本沒有水啊 可是感覺很不可思 因為從葛林蘭到沙烏地阿拉伯 感覺要飛越大概四分之一個地球藥吧 對 很遠很遠 所以你運送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碳排放的量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對啊 所以他們當地人也覺得說 它的確只是很不環保 但是呢 對他們來說 的確也是具有商機的 他們基本上自己不喝這樣子的水 因為他們所有東西 基本上都希望能夠取之於自然 未來也能夠回歸於自然 現在下畫面中我們看到這個土巴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喔 土巴它是很多石頭堆起來的一個造型 它不只是造型喔 它還有很深的意思在裡頭 好 那我們趕緊去看看 是的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地球 的地球 的地球 你見到以前的人 人們去海洋 有些時候 他們去外出 因為患風雨 或其他原因 他們可能去外出 一至二個月 然後他們會回來 有些時候 在以前的地球 他們在以前的地球 他們會移動 他們會移動 從地方到地方 他們會不會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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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 一種很好的方法 他們會確認 他們知道 他們會不會走 他們的地球 和他們的地球 他們會設定 他們會設定 這個土巴 我叫這個土巴 我會知道 那是怎麼我明白 但他們 這是一個地球 在那裡 他們會去獲盡 或是 他們會找到 他們會走 所以他們保持傳統 他們保持傳統 他們保持傳統 每個地方都會有這個 原來這個高高的土堆 是在指引人 你們回家的這個道路 不過我是很羨慕 去葛林蘭 但是我很怕冷 那邊是不是真的很冷啊 是啊 那邊的最低溫 大概是到零下-47度 在中部的地方 所以家家會務 都需要暖氣 我們看到現在畫面 就是一個熱電聯場 他們那邊每個城鎮 都有這樣子的設施 既可以發電 又可以發熱 把熱傳送到每個家庭裡面去 但是他們的燃料來源主要是什麼 呃 現在還是石油啦 他們石油啦 對 所以這個石油的耗量應該 非常的大 那我們乾脆看看 到底石油要發電 還要提供暖炉 到底需要多少 只要開始 只要燃炉 然後燃炉 然後燃炉 燃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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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這個冰川消融 也開始讓格林蘭 對於水力發電這個區塊 相當的重視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那邊的物價 是不是真的很高啊 那邊因為種不出錯物 所以非常非常的貴 特別是蔬菜水果 像我吃素啊 對 真的很貴 多貴 我們到超級市場去訪假 大概一顆小玉西瓜 要新台幣360塊 300多塊的小玉西瓜 沒錯 高麗菜大概一公斤要180 那你爸爸比有沒有突然機會 住到台灣好幸福 在台灣本來就很幸福啊 但是我們很好運的就是在那邊 第一天我們就碰到了一個貴人 他就全程的 就是非常的護持我們 就是我們有一個梁先生 他在當地是開餐館的 他碰到我們啊 去採訪 他知道我們是大愛電視台 他也聽說過大愛電視台喔 那麼遠的地方 他就每天帶我們去每個地方去採訪 那如果說需要車子的話 他就免費開車帶我們去 時間到了呢 就開車接我們回去 因為他開餐館啊 所以呢 他就會帶我們到他的餐館裡面去吃東西 吃的東西呢 很特別 為什麼很特別 因為跟葛蓮人的食物都完全不一樣 我吃素 所以都是你看 葛蓮人種不出這些東西來的 每天都是素炒飯 素炒麵 而且他特別準備的就對了 沒錯 所以他非常非常護持我們 特別是這一天 我們那天要坐船到Look去的時候 在船上東西很貴沒有東西吃 結果船員跟我們說 等一下港口有人要找你們 你們趕快過去我想誰啊 結果是梁先生算好時間 請他的員工送便當 讓我們帶到船上去吃 而且我這還是素食便當的 沒錯 吃的時候簡直都快要流出眼淚來 一邊吃一邊流淚 因為太感動了 沒錯沒錯 不過你這次看到很棒的冰原的這個風光 應該有看到極光對不對 對喔 我們真的超幸運的 也是在網路客的那個船上 我們就看到了極光 我們就說 天上有綠色的彩帶在跳舞耶 好幸福喔 其實他也把這個幸福 待會兒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所以下一集 就這個極光的畫面要呈現給大家 所以下一集也是很精彩 沒錯 OK 所以你有沒有跟那個梁先生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慈濟的整個狀況 人物他有精神呢 啊有啊 其實他真的聽過大電視台 可是他有聽過大電視台 在網路客間 在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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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